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最近随着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播 许多人在家里边准备了血氧仪 因为感染者如果发生了肺炎的话 那么典型症状就是缺氧 使用血氧仪能够及时监测血氧的情况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去医院治疗 比如说我手里就有一个血氧仪 你把手指伸进去 手指肚对着这个红灯 过一会就能够测出血氧的浓度 还有脉搏和频率了 另外有一些小伙伴还购买了一些智能的手表 甚至一些手机的APP 据说也能够测出血氧来 有小朋友就问我说 这个血氧仪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为什么不用扎针抽血 也能测出血氧的浓度呢 使用假手指的血氧仪 还有智能手表的这种佩戴的血氧仪有什么区别吗 有人说 就算你把火腿肠塞进去 也能测出血氧来 这是真的吗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血氧仪的原理 那么为了讲血氧仪的原理 我们得讲一个生物问题 一个物理问题 还有一个技术问题 我们首先先来讲一个生物问题 这个生物问题就是 我们要测的是血氧的饱和度 那么到底什么是血氧饱和度呢 我们要先讲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靠红细胞来输送氧气 对吧 那你知道红细胞为什么能输送氧气吗 这个红细胞 红细胞它的身上有很多很多个血红蛋白 有很多很多的血红蛋白 真正去输送氧气的 其实是红细胞身上的血红蛋白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血红蛋白给放大 那你会发现这个血红蛋白长什么样呢 这个血红蛋白它是由四条钛链组成的 四条钛链 比如说这是一条 然后这又来一条 它们缠绕到一块 然后还有两条 这里有一条 然后这里又有一条 一共有四条钛链 那么这四条钛链是很容易结合氧气的 但是它也可以不结合 如果这个血红蛋白没有结合氧气 我们就管它叫做脱氧的血红蛋白 而脱氧血红蛋白起个名字叫HB 那脱氧血红蛋白 但是它是特别喜欢结合氧气的 那么如果这个红细胞在肺泡那走了一圈 是吧 肺泡把外界的这个新鲜空气给顺进来了 它就把氧气分子给结合到这四条钛链上了 具体来讲是每个钛链都可以结合一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结合一个氧气分子 这又结合一个氧气分子 这又结合一个氧气分子 这又可以结合一个氧气分子 这一个血红蛋白可以结合四个氧气分子 那么我们管它这种就叫做氧核的血红蛋白 氧核血红蛋白起个名字叫HbO 是吧 那么血红蛋白就是可以结合氧气 也可以不结合氧气的 那如果我们这个血红蛋白经过了这个肺动脉 是吧 从肺部拿到新鲜空气了 有氧气了 大部分就都是氧核的血红蛋白 后来这个血液到了我们身体各个部位 把这个氧气交给了身体了 然后这个血红蛋白上就没有氧气了 就是脱氧血红蛋白 然后再如此的循环 对吧 所以说红细胞相当于一辆公交车 是吧 这个血红蛋白就是公交车上面的座位 而氧气就是乘客 是吧 氧气可以上这个公交车 然后坐到座位上 输送到它的目的地 那么我们所要测量的血氧饱和度 是什么意思呢 测量的血氧饱和度SPOR 这叫外周血氧饱和度 是吧 因为我们测的实际上手指上叫外周血 外周血氧的饱和度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你在你的血液里边的红细胞中 那些个结合了氧气的氧和血红蛋白的量 再去除以结合氧气的氧和血红蛋白的量 加上没有结合氧气的脱氧血红蛋白的量 我再把它乘以100% 大家明白了吗 血氧饱和度就是要看你这个血液中 氧和的血红蛋白所占所有血红蛋白的比例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氧和血红蛋白 是发生在从肺动脉到身体各个部位之间的 所以你测的一定是动脉血 你在静脉血里边你这氧气都已经没有了 那你这个血氧饱和度肯定非常低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血氧饱和度 就是你外周动脉中这个氧和血红蛋白所占的比例 对吧 那如果一个人的动脉里边全都是氧和血红蛋白 那这个SPOR就是100% 是吧 如果你要一点都没有那就0% 事实上一个人他的这个氧和血红蛋白是不可能是0的 是吧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范围 最高就是100% 是吧 有几个界限 比如说95% 90% 如果一个人他的氧和血红蛋白的饱和度 是在这个95%到100%之间 那就是正常 正常情况 那如果是在95%到90%之间 这人就已经是临界情况了 就可能是出问题 你可能要咨询医生了 如果这个血氧饱和度低于90% 那这个人就相当的危险 这个时候一定要拨打机救电话 到医院进行处理 是吧 当然是在你正确测量的情况下 是吧 所以正常来讲一个人的血氧饱和度 应该是在95%以上 是吧 一般来讲如果是年轻人都会达到98% 99% 但如果这个人比如说吸烟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肺部疾病 他可能是95% 94%都有可能 是吧 但是如果低于90% 那这个人是相当危险的 如果我们在家里边用血氧移椅测量 发现自己的血氧能度低于90%了 那就一定要拨打机救电话了 好 那生物问题讲完了 咱们下面来讲一下物理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不扎手指就能够测量血氧的饱和度呢 其实我们是通过了一种方法 就是测量吸光度的一个曲线得到的 这什么叫吸光度曲线呢 我们从物理上来讲有一个规律 比如说这是一杯溶液 这是一杯溶液 然后我让一束光从左侧射进去 这个入射光强度叫I0 那么在中间它可能被吸收或者被反射一部分 那还有一部分光能够透射出来 叫IT 透射的光的这个光强 那显而易见你透射光是没有入射光强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个写出一个量来 叫做透射率 透射率或者透光率 这个透射率或者透光率等于什么呢 等于透射光的强度再除以入射光的强度 那显而易见如果你透的光越强 透射率就越高 你透的光越弱 透射率就越低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量叫做吸光度 吸光度 吸光度怎么定义呢 吸光度是等于这个透射率取对数 然后再加一个相反数 那么有同学可能早就已经忘光了对数的知识了 不过也没关系 咱们就可以大概的说 这个吸光度和透射率它正好是相反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们可以画一个图像 这个横坐标就是透射率T 纵坐标就是这个吸光度A 然后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透射率最低就是0% 最高就是100% 它不可能再高了 对吧 不可能透过的比这个原来的还多 然后你这个吸光度跟透射率之间 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反向的变化关系 反向的变化关系 所以我们就说你透射率越高 你吸光度就越低 你透射率越低 你吸光度就越高 是吧 所以吸光度表示了对光的吸收 而透光率就表示的是对光的透射 它俩正好是反的 你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经过物理学研究 这个吸光度跟一些因素有关系 跟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首先跟你这个溶液它的厚度有关系 对不对 你厚度越厚 那你肯定是吸光度就越高 是不是 还有跟这个溶液里边它的浓度有关系 浓度不一样 吸光度也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保持厚度和浓度都一样的话 那么吸光度还跟什么因素有关呢 还跟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这个物质本身 就比如说你这杯溶液是氯化钠溶液 还是氢氧化钾溶液 是吧 你溶液的物质不一样 它的吸光度也不一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波长 你针对不同的光照进去 它吸光度也不同 你是红光入射 你有一个吸光度 你绿光入射还有一个吸光度 不同的波长 吸光度也不一样 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扎手指也能测出血氧 就是因为这个吸光度是跟物质和波长有关系的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大家看 这是手机的一个闪光灯 对吧 你看到这个光是白色的 现在我把我的手指按到这上面 大家看我的手指变成什么颜色了 是不是变成了红色 明明是白光 为什么手指会变成红色呢 这是因为我的手指这个物质 它对于不同的光吸收的程度不一样 它对红光吸收的少 所以红光透的就多 因此我们就说 你不同的波长的光 是吧 透过同一个物质之后 你吸收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个特点来测量这个血氧饱和度的 我们具体来说一说是怎么做的 人们经过研究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曲线 这个横坐标是光的波长λ 这个纵坐标是吸收度 不同的物质它的这个吸收度曲线不一样 就不同的波长 红光 绿光 蓝光 是吧 不同波长 它吸收度程度不一样 然后人们特别的去研究了这两种 就是脱氧的血红蛋白 还有氧和血红蛋白 结果发现了什么呢 咱们先说氧和血红蛋白 就结合了氧气的血红蛋白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特点是在红光的这个地方 它的吸收度比较小 然后到了红外线这边 它吸收度就变大了 是吧 我们标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吸收度比较小的 比如说660纳米 这个大概是红光 吸收度比较小 然后到了这边 已经到了红外的这个波段了 这个红外的波段 比如说940纳米 人的眼睛看不见这个波段 它的吸收度就比较高 是不是 这就是氧和血红蛋白的特点 是吧 氧和血红蛋白HBOR 第二 氧和血红蛋白它是在红光的地方 它的吸收度比较小 而在红外的地方 它的吸收度比较大 好 然后人们就去测量 这个脱氧血红蛋白是什么样呢 它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样子的 是吧 这个是脱氧血红蛋白 刚才的这个是氧和血红蛋白 是吧 那这脱氧血红蛋白特点是什么 就是它在660纳米的这个红光的这个附近 它的这个吸收度比较大 它能够吸收更多的红光 对吧 但是它在红外的这个部位 就940纳米的这个光 它的吸收度是比较小的 是吧 所以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咱们想 我们用光去照射这个氧和血红蛋白和脱氧血红蛋白 你就会发现这个氧和血红蛋白 它吸收红光比较少 所以看起来就偏红 对不对 而脱氧的血红蛋白会怎么样 它吸收红光比较多 所以看起来就比较暗淡 就不那么红 所以你看这个血的颜色你就能知道 它这里边是含氧血红蛋白多 还是脱氧血红蛋白多 是吧 因为氧和血红蛋白多的话 它颜色就是红的 是吧 动脉血就是红的 而脱氧血红蛋白多的话 它颜色就是暗的 是吧 就有点这个偏紫 是吧 你像静脉血它就是这个颜色的 那么有了这个物理结论 我们就可以用两束光 一束660纳米 一束940纳米去照射你的手指 然后观察它的吸收度不一样 对不对 根据不同的吸收度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测量出来 你这个血液里边的氧和血红蛋白的比例了 对不对 基本原理就出来了 当然了 有同学可能会感觉到很奇怪 说你的手指里边大部分不是血液 是吧 那你怎么就能够测出来血液对它的吸收 你大部分不都是被手指的肌肉 组织这些玩意儿吸收了吗 对不对 那我们就具体来说一说它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技术实现 是吧 那你要想实现它 你首先得有两束光 一束能够发出660纳米 一束能够发出640纳米 是吧 现在我们利用LED灯很容易做出来这一点 所以像这种假手指的这种血氧仪 你把手指放在这个中间 放在这个中间 然后它在这个地方 它有两个灯 这两个灯 一个灯 它就是可以发出660纳米的光 一个灯就能发出940纳米的红外线 对吧 然后这两束光怎么样呢 就往上走 穿透了你的手指 一部分穿透 然后到上面之后有个感光元件 是吧 可能是一个感光元件 也可能是两个感光元件 反正它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光 它就可以感光 感光了之后 它就会发现这个吸光度 不仅仅跟这两个波长有关系 它还跟时间有关系 就哪怕咱们就只看这个红光这个波长 660纳米的这个光 你会发现 如果你横坐标是时间的话 然后纵坐标 你根据刚才那两个公式 你算出一个吸光度来 你会发现这个吸光度也是在波动的 一会大 一会小 一会大 一会小 在波动的 是吧 事实上波动并没有这么厉害 我这个是画的比较夸张 它为什么会波动呢 原因是 你大部分的光 可能是被你这个手指组织所吸收了 这一部分光是不会随时间变的 但是因为你的心脏在不停的跳动 你心脏一收缩 你就会把大量的血液挤到你的动脉里 那么这个动脉里就会血液充盈 血液一充盈 它就会吸收更多的光 所以这个吸收度的高峰就表示你的心在收缩 是吧 而你还有一个骨 这个骨是怎么回事 第二 就是你心脏梳张了 你心脏一旦梳张了 怎么样呢 你这个动脉中的血液减少了 动脉中的血液减少了之后 它吸收的光就少了 对不对 所以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波动 是因为动脉血液的变化 周期性变化造成的 所以你根据这个波动你也能测出脉搏来 是吧 所以我们管它叫脉搏式的血氧益 是吧 因为它是可以测出脉搏的 好 那么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也知道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波动是由两个部分构成 首先像底下这一部分 底下这一部分这个不变的是由于你的肌肉组织 或者是由于你的静脉那些个不变化的这个造成的 而上面这个波动的吸收度是因为你的动脉 你的动脉随着心脏的跳动有变化造成的 是吧 所以你得首先有这种波动变化 我才能够测出你的这个血氧饱和度来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心跳 没有变化 那理论上来讲 你是不可能测出血氧饱和度的 是吧 因为动脉的变化 所以造成了这种波动 紧接着我们就可以测出两个值了 测出哪两个值呢 我们可以测出这个吸光度它的交流成分叫A1 这个A1是在波动变化的成分 还有一个叫直流成分 直流成分叫A2 这个A2是不变化的成分 这不变化的成分既有因为组织和静脉造成的 也有一部分动脉原因造成的 是吧 这个是不变化的就是A2 这个变化的就是A1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区分成这个A1和A2这两个部分 A1这个波动的吸光度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是因为我有的时候这个手指中动脉血比较多 有的时候手指中动脉血比较少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吸光度的波动 对吧 换句话说你之所以有这个变化的吸光度 是因为我手指中的动脉血变化造成的 而动脉血里边有两种 第一种是养合血红蛋白HbO2 第二种是脱氧血红蛋白Hb 它们两个的吸光度不一样 养合血红蛋白它是对这个红外光吸的比较多 所以对于这个养合血红蛋白HbO2来讲 一旦它的动脉血比较多 它对于红外的光 它对于红外的光它的这个A1就会比较大 对不对 这个A1占的整体的比例就会比较大 事实上不是A1大 是A1所占的比例比较大 是吧 那么如果你这个血液里边很多都是脱氧的血红蛋白 脱氧血红蛋白它是吸红光吸的多 对不对 所以对于红光来讲 它的这个A1比较大 也就是说这两种血红蛋白它对于不同波长的光 它会造成更大的波动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最后就可以定义一个量叫r了 这个r等于什么呢 r等于我们通过测量得出了红光和红外光两个A1和A2 是不是 然后我们就用红光的A1比上A2 然后再去除以红外光的A1比上A2 用这两次测量的A1和A2之比再做比 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r 大家仔细想一想 这个r如果比较大意味着什么 r如果比较大就意味着红光的A1比较多 红光的A1比较多是谁 是缺氧血红蛋白多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r大 是吧 如果r比较小就意味着它分母大 它分母大就意味着这个红外的交流成分比较多 红外的交流成分比较多 那不就是氧和血红蛋白多吗 所以这是r比较小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函数的关系 对吧 横坐标就是它的r值 而纵坐标就是它的血氧饱和度SPO2 是吧 你就会发现当这个r等于0的时候 血氧饱和度就是100% r越大的时候血氧饱和度就越小 它们之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反向的一个关系 但是具体的这个曲线是什么样子的 是个直线还是一个弯的曲线 是什么样不知道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我们的处理方法是找一些志愿者来测 是吧 首先让这个志愿者憋气 一憋气它的血氧饱和度不就降下来了吗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更高级的仪器 去测定它的血氧饱和度 同时用这种仪器去测出来它这个r值 然后对应 结果一看 是吧 r值等于多少多少的时候 它的血氧饱和度是95% 这个点就定下来了 是吧 就是一个数据点 然后r值等于多少多少的时候 它是92% 这又定下来了一个点 r值多少多少的时候它是80% 这又定下来了一个点 是吧 70%以下就没法定了 因为你要想把一个志愿者憋到70%以下 这志愿者就死了 对吧 所以低于某一个值的血氧饱和度 事实上就是没有意义的 它是通过猜测猜出来的 一般我们人去测量的话 都会测出80%以上 是吧 你低于80% 那这个人基本上就休克了 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之所以我们能够测出来 血氧饱和度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有两束光 这两束光发射的是红光和红外线 是吧 这两束光对于不同的这个血红蛋白 它吸收程度不一样 第二是因为人有脉搏 因为人有脉搏 所以这个吸收度会波动 我根据这个波动 以及这两种吸收度的程度 再加上志愿者的曲线 我就可以把这个血氧饱和度给测出来了 是吧 那么如果你没有脉搏的话 实际上是测不出来的 比如拿一个活水肠塞进去 是吧 那理论上测不出来的 我的确做了这个实验 最后结果是没有任何事数的 当然同学可能还问 说那么反射式的这个血氧饱和仪 是怎么测量的 是吧 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手表 你戴到手上 它就可以测量了 实际上也没有太大区别 反射式的原理就不是这样穿透的 而是什么呢 它就是把这个发射器和接收器在一块 比如发射在这个位置 然后接收是在中间 在中间 然后你这个手你放上去之后 它这个光一发出来 经过你的手指各种散射反射就会进去 是吧 另外一道光发出来之后 也经过反射散射也会进来 你根据它的差别也能测出来 原理是类似的 当然了这种反射式的 没有这种透射式那么精准 有人说用一个手机APP也能测 是吧 我还真下了一个手机APP 然后用手盖住这个摄像头就能够测出来了 但是我拿这种方法来测量火腿肠的时候 发现火腿肠也是有心跳和血氧饱和度的 所以就说明了这种反射式的没有这种透射式的更准 而且使用血氧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 比如说你手要温暖 否则你这个外周血太少就不准确 那你应该拖拖手 让手温暖一些 还有就是手要干燥 是吧 不能有这个指甲油 否则的话也会受到影响 有误差 而一般的血氧仪误差都是在正负2%之间 就算不考虑新冠病毒 这个血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指标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血氧浓度偏低 比如说常年低于95% 那你可能就要思考一下是不是病理原因造成的 比如说你肺部功能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吸烟 肥胖 或者呼吸暂停 这都有可能会造成血氧度比较低 及时戒烟 加强运动 可以有效地改善血氧的环境 让你精力充沛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帐号令老师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